世界最强的美国空军为何屡屡炒作面临安全威胁? 据报道,根据美国空军最新提供的数据 美国空军在2021财政年度退役了120架飞机 其中B-EB战略轰炸机退役的数量最多 尽管如此,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总数仍维持在大约2300架 能否由此看出美国空军装备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? 相关问题,为您深入解析 对此,军事观察员邵永林认为 这是美国空军针对不同机型的特定情况进行的正常调整 其次,美国空军大量增加F-35战斗机数量 是出于美国战术空军更新换代的需要 事实上,军事观察员邵永林认为 由于军费投入不足等多方面原因 美国空军未来的装备体系将呈现老少同堂 各种机型互为补充的复杂局面 美军在五代机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比如F-22停产了 F-35的产能又不足 再加上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 导致现在美军五代机的发展和原来预期的速度相比慢了许多 另外,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美军现在又开始采购新的F-1战斗机 也就是F-15EX 比如像B-52战略轰炸机 美国空军可以通过研发远程的空射巡航导弹 来弥补其在性能方面的不足 像F-15EX战斗机 美国现在专门给它研发了很多种导弹、炸弹 用以提高其作战效能 所以F-15EX战斗机也被称作是炸弹卡车 堪称世界最强的美国空军 为何屡屡炒作自身面临安全威胁呢?